很高興大家每個禮拜五 就附訂在七點半 到九點八的這個時間就過來 好辦這個地方 然後來參與哲學星期五 那可能在場的有一些朋友 也許我們第一次來 就是來過好幾次 就是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的方 Henry哥總我們來看一下 來 請放下 謝謝 好 可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也都是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 所以照慣例我稍微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 這一個這個論壇這個活動 是為什麼會有哲五跟哲學星期五 那同時也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需要哲學星期五 哲學星期五其實我們在五年前的八月 2010年八月我們第一場是在台北 就開始舉行哲學星期五公論 那舉行哲五的最大的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意思就是說其實我們知道 呃 你看哲學這兩次嘛 可能人會覺得很重要哲學禮我們很遠 可是其實呃 在法國巴林 有很多哲學家 他們其實覺得哲學其實是跟人的生活 一起互相結合的 那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呃 我們舉辦哲五最大的目的其實就是 要去學書啊 然後不要讓它太過於引經據點 讓它一般人覺得說好像很難去參與一些討論 可是事實上所有的討論是提供 呃 大家有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做不同的公共議題的討論 的論述出來 而不要說說 不要講很引經據點的話啊 所以 喔 說什麼一些特地的專有名字 有可以沒關係 可是我們可以去解釋 讓一般的人都可以了解 因為這世衛上有來自於不同階層的人 喔 那我們所以 呃 會希望說在不同的階層 可以有彼此互相好的一個溝通的機會 那其實這個好的彼此的溝通 其實就是 附近彼此之間的了解 理解 因為可能假設我之前到一個博士畢業的 一個學者 然後忽然有一個 呃 我們假設有一個 火手 那難道這兩個人是不能對話嗎 還是可以對話 可是 呃 當 呃 不同的人要對話的時候 要去 互相去彼此理解 所以你要去用各自能了解的語言 那不要用太過於 呃 學術的語言 或太過於引經據點的方式 把一些 好像是我們 會覺得說 呃 它因為在 呃 社會 經濟 也或各樣的條件之下 他就變 被排除災亡了 就不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哲虎最大的目的就是 像我們台灣一樣 在整個公民社會裡面 我們可以與彼此人互相溝通討論 然後增進彼此的理解 那所以說我們也 為了要增進彼此的理解 其實也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呃 平常你大家會看電視 看政論節目 大家有看過政論節目 大家覺得台灣政論節目 平時怎麼樣 很差嘛 互相慢慢罵 或者是罵得不知道在罵什麼 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 很多事情要討論 我們 像哲虎 或是你們是一個很 中立的 理性的平台 對我們 我們不是中立的 中立的話 就在我們討論 好 很漂亮 其實呢 我們希望說 呃 我們要做一個有態度 有立場的一個平台 也就是說 我們彼此之間 可能大家在 很多態度或立場 你都會有你的態度跟立場 那我們就是在這裡 我們不要害怕去表達自己的態度 去表達自己的立場 可是在表達這些態度 立場的同時 我們可以去提出 說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你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立場 然後去認識到彼此之間的差異 那透過彼此之間的差異 我就講說 我們回到剛剛講 要彼此去溝通 好 了解彼此的溝通 然後去試著說 看我們會不會有一些共識 沒有共識也沒關係啦 你還是可以回到你原本的立場 你原本的位置 可是你可以多多聽聽看 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世界上 跟我們不太一樣的生命 有哪些 所以我們就會邀請到一些 在 所以我們就很堅持有公共性 議題裡面也包含公共性的存在 所以 在邀請的人 或團體裡面 我們就會找一些 可能在社會上 我們比較不被看見的 少數的 或者是所謂的弱勢的 這樣的團體也好 或個人 他們可能在默默在不同的領域 不被看見的人 可是他們做的事情其實也許很重要 他當中還有一些公共性的價值在裡面 那需要讓這個社會的更多人知道說 原來我們社會其實還有一群這樣的人在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討論的議題就變得很廣 我們也討論體育 我們討論音樂 討論建築 藝術 都可以 甚至我們也要討論 我們當然一定要討論到政治 那所有的議題 也不脫離政治 那所以這個是 折武他存在最大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透過不同的議題的討論 你去發掘你有興趣的議題 那譬如說包含像我們今天要邀請來台南這幾位年輕朋友 他們是紀錄這個建國市場 那可能他們是少數 那做一些簡短的紀錄 可是可能台中市很多人不知道 沒有關係 可是來到這邊的各位也許你有聽過 或是你不曾聽過都好 可能你今天聽完以後願意加入他們的行列 跟著他們一起來做這些工作 或是說你們願意在 對於台中的這個城市 有多一點更深刻的了解 事實上都很好 那我覺得說就是折武 就是提供這樣的平台 那像我們折武就是其實 透過包含我自己 我是折武的志工以外 我們全部都是志工的運作 那也沒有人有 這個是折武 它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平台 通過我們平台 那我們其實就是靠每個禮拜 就是有大家的益助捐款 就是簡單的益助捐款 就是有看大家想要學會 然後都會這樣 那其實就是 靠著這樣子就可以維持下去 維持每一個禮拜 那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操作 不同意義的一個討論這樣 好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剛剛講要彼此而理解 所以其實我們重要的一個傳統 就是我們要自我介紹 每一個人都要 不管人多人少 我們都要自我介紹 那其實自我介紹 最大的目的是 一方面讓我們今天要邀請來的講者 也可以知道說大家的想法 對於這個議題可能會的想法是什麼 那一方面你也可以開始傳達你想要提的一些理念 或者坐在台下底下每一個人都是握舞 握舞長肉 你可能有在不同的領域 你也有你關心的一些議題 你可以工商服務 打廣告都沒有問題 好 那我想我們從這邊開始好不好 跟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不用太長啊 十秒鐘到三十秒鐘的時間 那簡單告訴大家你是誰 你在做什麼 或者說你為什麼想來 簡單的介紹就可以 謝謝 為什麼想要來 為什麼想要來 就是 其實我以前就有在看持有時候走不去 好 好 第一次來追舞 或是什麼 剛好我是沛維 然後我之前在主要工作 因為現在剛好就是工作轉換期 所以現在是十夜不熟 所以就有些時間可以來聽這種講座 我上禮拜在台下 你那個入者他會關心的 他跟住整個關係的講座 然後想說可以再聽看看不同的事 OK 所以你是台中人 台中人 跑到台北去聽 你就告訴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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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陳品辰 那我是住這附近的人 建國市場 對我來講是很陌生 可是我了解的不多 今天看到這個議題很高興 我想進一步的來深入了解 謝謝 常在建國市場買菜 以前 對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對 那你對他要搬走有什麼想法 嗯 覺得會不會 對 有些什麼失落 還是不方便 還是怎麼樣 嗯 目前來講 我們區域建國市場是很近 很方便 那未來的話 他還是 嗯 比較 不是 可是 在時間空間來講 這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我是覺得說 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對 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耐油 可以吊耐酒 那我是農夫 那因為我也是 住在這附近 通常就是跟 長江市場有菜 所以 有一種很深厚 就有點像 有些人喜歡逛 白奧威斯 可是我還滿喜歡逛市場 是 你住這附近 這附近哪裡可以種田 沒有啊 我的興趣就是種 你是農夫 對 我還在學習當中 OK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是第一次 在這個附近 那後來 這個時候 我也是在臉書 看到所有這樣的活動 覺得是 重新認識 不及住的地方 有一個好機會 這樣 也是台中人 對 台中大人 OK 大家好 我是盧莊 那個 因為我 我朋友 他是今天的主張者 所以特地來分享 然後 來幫他宣傳一下 他是 他同學是寫作中區的 逐筆症 是 對對對 然後他今天就是 寫作中區有分享這些 建國市場的紀錄 對 那我就是很期待他的 分享 對對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韋維 然後我是服務 你也在看影片 然後 會對這個遊戲 有興趣 除了就是 看到朋友有分享 然後 我自己 也拿來長得 爸爸去電文市場 哪一排 對 然後 對電文市場 就是 因為我也是台中人 然後 我 雖然很熟悉 但是 我覺得 沒有想像中了解 所以看 一直有興趣 之外 大家好 我是 台中免費 城市小語行 發行的便利 因為肉圖為 舊成團體 所以其實跟建國市場 鐵道團 其實有互相接觸 互相 鼓勵 你的發展方式 對 大家好 我是肉明 我是在網路上 看到你們分享 然後 對這個議員 還蠻有興趣的 今天來就是 哪一則五個電視 第一次來 第三次 對 謝謝 對 大家好 我是 蔣千翰 今天看到這個議題 也沒有興趣 所以就 來一聽 大家好 我是映君 然後 我們是台中人 然後上了台中 在台中大學 然後 就是有時候就會 坐公車到處那裡 然後 不少地方 可以來嗎 也不是不少 就是剛好都會看到那些活動 然後 說台中 我們知道附近都很多部分 嗯 然後又來觀光 然後 就是想要多了解 台中火車站 然後可能工區 就成都去進 然後 想要 建國市場 我不太熟也很 沒有錯過 然後想說今天來看看 就想要表現一下 大家好 我是從彰化來 台中島的 大學 那 我 蠻喜歡逛 菜市場的 但是每次經過 進國市場 都覺得說 他裡面好像 有 對我來說有點距離 很難走進去裡面 所以 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 他的錢 他錢檔是怎樣 那 很可惜就是說 聽說他要搬家 對 還沒有進去他都搬家 就是一個 開始 大家好 我叫做文 那是台中人 那因為家裡才買 幾乎都要建設市場 那 加上我房的工作 是農場 當地送貨員 所以都會到建國市場 送貨 所以從大學時候 如果沒課 都可以把他去 所以 一直覺得建國市場 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市場 那 我也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後來 是不是要到台北市場 要從台中這裡出發 可是發現後面帶錢包 就有扣我爸爸 你說我爸爸到我們 在附近送貨 然後他就叫我去 跟建國市場 一個 就是賣菜的阿姨借錢 對 那一次就有順利這道錢 之後 很順利去台北工作 所以在那邊 很感謝建國市場 不錯齁 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故事 很重要的一個記憶 對 大家好 我叫郭榮 那 當我還沒有住在台中 的時候 對建國市場的 連結是 在要坐車離開台中的時候 都會跟父親去 在市場專角的 一家麵店 吃完牛肉麵再回家 然後後來就變成好像是有疑似 只要快離開台中 就是因為市裡面 還帶走 那他是對我是一個 小時候記憶 對家庭跟地區的記憶 對家庭跟地區的記憶 我發覺好像很多人 都有 對建國市場有不同的 這種歷史的記憶 就是自己個人的記憶 那我覺得 反正待會 他們在講的過程裡面 其實 待會我們還會有一段時間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多講一下 唉 你對於這個 建國市場 那你自己又有什麼樣的一個 個人的經驗 或一些記憶 也可以再 再讓我們在第三階段 可以做一點分享嗎 大家好 我叫怡辰 那我是這團隊合成員之一 所以今天就是算你來的分場 好 大家好 我是嘉文 我也是台中人 然後我 對建國市場的 其實就是 我會跟我媽媽 常見我上買菜 然後 有一段時間是 我媽那個 就是 生活意外之後 然後我要 負責幫她 請充斥 我也會 脫著一個籃子來 去買菜 然後 另外 另外一點是 因為我們整個團隊一起做過幾次的紀錄 然後 然後這一樣 也會來登場的 大家好 我是瑪莉瑪 也是台中了 然後 然後 今天在通 我朋友的場 大家好 我叫葉修改 我就住在這附近 那 建國市場 給我的記憶就是 從 921地震之後 我才開始跟她有接觸 怎麼說 我連 過年的時候去採買 過年 對 所以給我的印象就是 還給我一起 除非必要才會去 那 因為她要搬家嘛 所以我也是有點好奇 想了解一下 大家好 然後我叫姚文 然後我目前的話 在高雄國族 然後建國市場的話 是我 高中的時候 然後 每次都會經過的地方 對 但是 總之因為時間 太匆忙 就沒有辦法 進去裡面 進去多多認識 然後今天會 來的話 是因為 我 男朋友 然後就是帶我過來 然後 我希望 就是透過 這次的演講 然後 瞭解 看看她們眼中的世界是什麼 是 歡迎大家以後 約會 可以選擇來哲學 大家好 我們叫吳守平 你是有關注這個 天國市場那個 社團滿久的 可是 今天沒有時間來參加 所以今天 剛好有空就要來聽一點 好 大家好 我叫蔡介浩澤 露台窗 今天剛好休息 要不要再去看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陳一良 我就坐在這附近 然後我在美國住28年 但是我以前回來的時候 不是回來開會 不是回來玩 那其實我本身是蠻喜歡看那個 傳統的那個市場的 也喜歡去逛夜市 那我會假裝我自己是文藝學家 或是社會學家 觀察那個 當地人們的生活 不過這次是比較慘愧 因為就是回來定居 所以變成說每個大賣場都去過 嗯 但是就是沒有去傳統市場 那那個 有時候發現一些 比較奇怪的現象 像 我比較喜歡吃點露 那那個 我看到那個 早上的時候是一個價錢 到晚上的時候 這個價錢都不一樣 然後我比較感慨的就是說 像台灣 像青菜 也是遇到排波 然後水果 都會那個漲價 那其實有些東西 像是 黃瓜 或是茄子 這些東西是不會受到那個 風災影響的 所以就是 應該是 大凡商跟那個 雲帶牌 一些 機構結合在一起 在紅台那個價錢 因為我本身做過一些 像 肥料跟那個 溫刺的那些設備的買賣 跟接觸口 所以我了解 一些東西 如果說西瓜的話 那是很可定的 就是像一些 高單價的水果 它一定會說 風災有影響 可是 像 一些基本上 一些黃瓜 茄子 或番茄這些東西 它是不應該受到那些價錢影響 所以我覺得 是蠻感慨的地方 大家好 我叫尊豪 那我之前有 有度過 建國前半生的演講 所以我想說 帶來你們的 應用的演講 好 那那個 那個 大家好 我是宜晨 然後 之前有看到 在寫桌中 上面有看到 他們那個 寫了一些文章 覺得蠻特別 因為 新國市場 它不只是一個 就是生產的地方 它還是 就是可能一些團團 他們居住的地方 對 然後覺得很厲害 好 大家好 我叫劉沛群 我從台北來 哇 台北來 加上台北 然後在這裡工作 OK 對 我以為你從台北來 算成了解 我們建國市 沒有 沒有那麼偉大 對 所以就 因為不熟嘛 所以就來了解一下 好 第一次來折舞嗎 嗯 對 好 希望有空常來 在台東工作 對 大家好 我叫方平 然後我本身是台中人 可是就是 對這邊很不了解 所以就好奇一下 你知道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文記中 就剛好晚上有空 所以 就那個 來聽一下演講 這樣子 謝謝 還有誰 介紹到的 來 好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說明是誰 好 各位好 我是 巧光合理大學的 大三的學生 叫陳廠中 然後是 森文的好朋友之一 然後 今天是看他來 來逢場的 對對對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子倫 那我很喜歡菜市場文化 所以來這邊聽一下 好 謝謝 菜市場文化 大家好 我也是整理師公 我是玉芳 我是來洗廁所 我是那個 胡東 社會人士 因為明天來 明天在台中有 工商服務一下 有沒有需要人家去台場 台場有 沒有 明天台中有什麼活動嗎 那種 台中那個 藝術中年 假設藝術中年 明天 十九號 他是有一個那個 印尼的藝術家來講 來做那個 移工 移工的電影紀錄件 對 你都知道嗎 好 好 好 就是真的是路過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受過 來 大家好 我是這六禮拜 我的祭 他現在七天了八十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去 因為我去 我第一次去 才有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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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其實我也是去買菜 我是因為我坐的朋友 說 這位房子很老的 哪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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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的時間 不是要菜 我去到 做這個時間 我就去了 我才會親上菜 這幾年前 因為那場經濟很好 所以 香港的 這裡的那一大 原地 那麼多錢 所以 很多進行 其實三年前 我也在一起 但是 三年前就 差了很多 應該不一樣 對 所以 之後 我三年前去 就是他我也很幸運 我有帶上他去 我報名了 不能換他我就去 其實要我發現很不幸運的原因 不幸運不是說這個上他不幸運 是我要愛的那個女兒頭 我還敢不去 因為有你去想你就知道 我們很不愛人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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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說你不應該我幫你去找就好 其實你都無人家 用時間 要我送你就收起來回去 我在那裡洗洗洗的氣氛 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 好 後來也要我第二次又去 其實我大生去想要拔弄一件事 其實我所謂情侶這些年輕人 包括電調團 吳小胖他們進場的 你用很多機會去做調查 還是你們做紀錄 我都真的不用 結果市場 你其實要做好事 你要用他很多時間去拔弄 你的電影才會精彩 謝謝 好 剛剛我問你 你看了我過來被討論 然後這本場有不少 但是我其實還以後就這樣 謝謝 我是哲夫事工信龍 然後我也是台中人 所以建國市場其實對我來說並不陌生 就是從小 雖然我成年以後 家裡就沒有什麼在開過 但是從小就是媽媽會帶我去買菜 然後我讀居然國中的時候 然後我童安同學 有一個他們家也是 那個在建國市場賣牛肉的 所以我對建國市場也是不陌生 但是也很好奇就是說 這群年輕朋友他們 這次對建國市場 還有就是特別他要翻遷的這個過程 他們所做的觀察跟紀錄 所以來深入一下解釋 好 還有嗎 直接教教教教教教的 會不會有這樣子 還有 我們那個 晚來一點的朋友 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你是誰的啊 你為什麼想要來 自我介紹 簡單十秒鐘 然後我領我教教教 那我今天想來 OK 謝謝 我們第一排最前面都有位子 因為你這個在門口會打到 我們做第一排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台中北頓人 市長來 市長來 我市長台灣大陸 好 我們鼓勵有各種立場的人可以在這邊 好不好 好 我想說我們就 不多浪費太多時間 那我們就先請 今天的主持人是 應玄是不是 請應玄 然後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 要講的這些稍微的內容 好 好 謝謝 我們今天這次的